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 今天二月五日 第四十一點 第二新聞 新聞一開始 要向觀眾朋友 走過來關心的是 黑白台商回臺灣最新的情形 因為大家在當地安排了 第二天春節加班過年期 要送當地台商回臺灣 不過去讓我們平衡來好喝 現在在當地聯合救委會長 也出面來睡眠 我們現在來關心現場最新的狀況 我剛才還在車上接到這些 返台的人 一直在哭 因為很多 媽媽帶著小孩 像我剛才給媒體的照片 就是一個兩歲的寶寶 好不容易出發 回家的路這條 我真的覺得是非常非常困難 一波三折 他們講說台辦接到通知 他們今天沒辦法回去 我個人覺得 就是兩岸真的是 少一點政治 多一點人情味 這些都是我們的同胞 我覺得大家本來是同胞的心情 能夠接他們回來 當然 我覺得也要考慮台灣 我們自己防禦做的準備 也要給台灣這邊 一些相應的一些準備跟時間 那也很感謝海基會跟陸委會 跟衛福部和防疫中心 幫他們安置在各隔離所 他們都很 他們都很很感謝 他們能夠回到台灣 那他們也說了 也希望後面的同胞都能夠回來 就是今天我們就是從一早開始 就陸續接到通知 今天沒辦法回來 今天沒辦法回來 原定今天可以回來 沒辦法回來 所以有可能改成原定嗎 目前還不確定 因為呢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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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的特殊性 在 一些溝通的一些方法 跟方式上面 彼此之中 有一些不同的 看法跟見解 我們最近 會把 最 需要回來的 學生 像剛才那個媽媽 還有需要吃急性病 要患的病者 的名單 提供給海基會 跟對面的台辦 我們希望 兩邊的政府 可以少一點政治 多一點人情 把這些人 優先在第二批回來